大家好,我叫张佐藤,我是乔治亚南方大学汉语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当间的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汉语普通话 这个问题呢,不同的人大概会给出不同的理由 但最主要的理由应该是两个 第一个呢,若世界上讲汉语的人太多了 第二呢,讲汉语的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太大了 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呢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使用总人数超过十个亿 也就是说呢,全世界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讲汉语的 那讲普通话的呢,大概就是每五个或者六个人之间就有一个 使用汉语的人数排在这个英语、印度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之前 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人说汉语外 还有好几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 也都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是通用语言 比如说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菲律宾和蒙古等 那么学会说汉语呢,不仅可以学习与汉语相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 同时呢,还可以和这些国家的人做生意 或者找与这个汉语有关的工作 在全球多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能够比较流利的说一种自己母语之外的语言 不仅能够更好的促进沟通、顺利合作 在学术领域、商务合作或是文化交流方面取得理想的成绩 而且呢,能使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加有趣 比如说吧,你去说汉语的国家旅游观光 如果你会说汉语 那你所获得的是不会汉语的人无法得到的 最近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中国的影响力也远远的扩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所以,展示汉语功利的舞台 不只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是横跨五大洲的 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谢谢